又辣又开胃 一碗这个你整个胃口就好了 这个好吃 这个文家小炒肉的味儿特别浓 它们俩属于 就是你只有一直吃 才会一直辣 就如果你停了不吃 它辣的会不会消失了 这个都是下饭食菜 今天我们来吃湖南菜 点了一桌子已经散了 我觉得我属于慕名而来 就是晚上已经有很多人说 哇这家好辣这家好好吃 然后呢我上次路过 如果没有进来是因为我吃饱了 这次属于专程赶来 这是一个干锅花菜给你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吃 这是香辣甜螺肉 我刚开始还以为是鸡针呢 没想到是螺肉 超级大的螺肉 哇太辣了 真的要米饭 我点了两碗面 我觉得都没啥用 每次用辣椒有像脚像辣的 和那种川菜那种辣 不一样 辣椒好多 嗯 鸵肉很大很多 嗯发生也够个蒜苔 这点的 这个是一个 的辣肉炒索饼 很新年 辣肉 这个辣肉 正宗不正宗我不知道 但是它是好吃的 就是它的肥也吃不出来 虽然你看这个很肥 但它吃的还是非常香 就是吃起来就还是瘦肉的那种香度 很多 他跟你们说 这是我有史以来喝过最难喝的水果茶 你们千万不要拌汤 就是酸到我整个人都 就是因为它半汤都这样子 我觉得全汤也不一定好喝 这个黄茶对不起啊 真的是太难喝了 这个酸感觉也是香菜里面 大家会有的吧 说实话没有吃过什么香菜 米粉倒是吃过 就是那种 呛辣呛辣的 它的辣就是 都在这里 酸菜的辣就是 连续到 这两个肥肠 干锅肥肠 然后肥肠很大 人家香菜里面可能就是酱香比较少 但是盐调的就是 盐的咸 不是酱的咸 因为在川菜吃 煎掉肥肠的嘛 它跟那些蚝油酱的很多 但是香菜的话 你看它就没有油 就全部都是干干的 好吃很下饭 嗯 这没点味道 先上 这个什么来着香肝炒猪耳吧 香肝 猪耳 猪耳比较细 猪耳边还中 那我看见他们家菜有个特点 就是 就是你看基本上除了香肝和猪耳 就是用辣子 还有你这个葱啊 调配料做的就是 没有什么多余的配菜 这个不辣 嗯 这个就是猪耳的味儿很重 如果你不喜欢吃 猪耳的话 可能就不这么吃了菜 我以为是个凉拌菜 没想到是个热菜 嗯 这个钢花菜有肉香 它钢花也肉厚了 好多钢花太肉厚了 嗯 谁要钢花肉厚了 这个钢花太肉厚了 谁要钢花肉厚了 谁要钢花太肉厚了 谁要钢花太肉厚了 谁要钢花肉厚了 谁要钢花肉厚了 就更好吃 但它这个是 我钢花肉厚 嗯 就这个肉厚和那个辣肉的肉厚不一样 但确实辣肉更香一点 就这个辣肉更香一点 就这个辣肉更香一点 我看到一道 非常非常下饭的菜 这个虎皮椒爆蛋 我以为是 那个松花蛋 没想到是 它炒了个鸡蛋 然后呢 辣椒都在外面 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感觉这个极其的下饭 哇 但他们家你看配菜都是一样的 就是 都是用的这个辣椒炒的 就是基本上你看 全部都是差不多的 这边是带酱汁的 嗯 没吃过这么炒的鸡蛋 很新奇的一道菜 就是没有那么吃过 还有酱呢 也不难吃 还挺好吃的 就挂了一个酱糊 他家的辣 吃进去是辣的 但是他在口腔里都下不去 然后就全部都消失掉了 好像有一些川菜 真的是 从上面一直辣到下面 嗯 这个对于我来讲也不容易辣 嗯 最简单的一道下饭菜的 真的 嗯 这是一道孜然辣牛肉 牛肉片也很大 你看也是没有任何其他配菜的 蒜台对于我来讲我是很喜欢吃的 蒜台炒肉就是 嗯 天天比较喜欢吃菜的 嗯 有孜然牛肉 孜然味有 就是 这个孜然牛肉你已经 反正像新讲菜 但是它如果变成香菜的话 就是变成孜然味少一半 嗯 就讲 蒜台炒牛肉放点孜然 就没有孜然的那种很臭目的那种感变 厉害 这个量啊 炒菜啊 就是没有很多问题 每个都是下饭生菜啊 嗯 龙家小炒肉 这个肉给的要好多了吧 纯纯的炒肉啊 这个天哪 我觉得辣椒都没有啥光是肉了 对呀 辣椒很喜欢 看这一块的肉 请你们吃 好放在饭上 那种小小肉的香味 感觉就是那种辣子的嗆香 少滤丢丢 可能这边肉太多了 要是再多放一点小米辣什么可能好一点 嗯 嗯 这个萝卜的嗆味最重 小炒肉的嗆味就比较少了 还有一个这个香辣鸡杂 这个鸡杂也是给的不少 他们家有鸡杂面 我看鸡杂面一个给的也不算少 我看网上评价也是一种好评 那有点酸酸的 如果你是湖南的宝贝 你吃过他们家 你告诉我他们家正不正常 我不是湖南人 我只能从一个外地人的角度 这个鸡杂酸酸才这样吃 这个鸡杂属于酸辣味的 这个鸡杂和这个螺肉比点 辣辣螺肉拌粉 感觉会好吃 因为看着就很好看 可是他就是给我放的有点 活掉 看看这粉 应该是湖南味吧 这个酸味 就这种用酸的 用酸的角做的 又辣 又开胃 哇你要胃口不好 来一碗去了 你整个胃口就好了 这个酸辣脚很酸 然后又有一点辣味 然后它的辣味就在前面就散掉了 不会 不会到家里面都不会 这个粉都进入了 它那个酸豆角的味道 又辣又爽又不嗆嗓子 又辣又爽又不嗆嗓子 比中不足牛肉有一点点硬 我觉得它又辣又不是那种 从上辣到下让我无法就是缩粉的那种 不会真的是能缩起来的 买一碗小炒肉粉 其实是有汤的 但是呢我这汤一灯都快被我放霉了 蛮好的 就是有汤粉我一定是必点 就可能你们湖南人喜欢吃半粉 对半粉我真的 我觉得汤粉汤面永远是number one 这个好吃 来他们家不用点不用点饭 点这个 这个不用加小炒肉的味特别浓 这个浓家小炒肉比这个炒肉好吃多了 不知道你们吃的时候 但我吃的这个浓家小炒肉粉好好吃 烫底的味就很浓 尖椒的香气 还不辣 这个辣度很小 好 好 所以说来吃这家店差点零把它辣没了 对 我现在觉得还好 辣的辣 因为很多人都说超辣超爽 他们俩属于 就是你只有一直吃 才会一直辣 就如果你停了不吃 它辣的慢慢消失了 不像四川和成都的菜 就川菜 什么成都火锅那些 就是你吃完了 你整个人就是 那这个不会 这个就是 哇 辣出一身汗 没了 我给你们吃完薯盖鞋 大农业 我基本上第二片我还在辣 你这样 你那个辣就是 刺入到你的五脏六腑里 所以不能吃辣的 如果你想爽一把 香菜比较适合你 川菜不香 川菜会让你直接一命呜呼 这个小炒肉粉完全可以 再配一碗米饭 你点一碗小炒肉粉 把里面粉吃掉 再来碗米饭 然后上下的小炒肉 还能再和一顿饭吃 一碗到两碗吃 真好吃 我今天来的是当他们的家 是吃炒菜的 他们家好像 走到我了 还有一家 专门吃粉的 他们家菜 反正我觉得一碗米饭 是不太够的 我在这干 都会把这一碗米饭干掉 嗯 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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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味道非常是香的 有一个浓浓的肥肠香 就是臭香臭香 哇 这么大的笋 我今天有特色的是鸡杂 蚵肉 还有这个 蜡肉炒笋 嗯 嗯 就我今天嘴里都 嗯 涨了溃疆 但是快好了 还没有好 嗯 我本来以为吃了这一顿 我真的嘴已经废了 但我现在觉得 依旧是好的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 辣 就是我想象的那种 拉疯掉的那种 所以它们家呢 它的辣度就是比较低 但是比较爽 而全身发汗 我现在也是满身发汗 但是爽 嗯 又不嗆嗓子 嗓子这里就没有那种 嗯 辣油的结果 对 这里没有辣油 看呢 这基本上辣油很多 在这里挂着 就非常的辣 反正我的菜单呢 依旧砸在下面 你们想看哪一道菜 测评什么的 就自己倒回去慢慢看 哈 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